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的重症病床数量目前已经有超过九成被占用 接近枯竭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出于无奈 当局已经开始向比利时转移部分病人 这是自去年11月以来 法国第一次寻求外国的援助 从去年11月几个病人被送往德国以来 上法兰西地区就再没有求助于国外 日前法兰西上议院再次呼吁欧洲团结 法国区域卫生局于3月10号星期三宣布 目前正在努力将重症患者转移到比利时的卫生机构 这是自去年11月以来 该地区的首次寻求外国的援助 上周末 在法国的上法兰西地区已经开始了疫苗接种行动 区域卫生局局长贝诺瓦莱特指出 他为75岁及75岁以上的人提供了15000剂辉瑞疫苗 这些疫苗将优先在加莱海峡和敦克尔克注射 阿尔卑斯滨海省可能要延长禁闭 政府发言人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宣布 阿尔卑斯山滨海地区的禁闭活动延长至本周末 并且将在下周试情况来考虑能否放宽限制 他表示 尽管限制措施对于当地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和影响 但发病率仍然很高 他坚持说 在国家层面对抗新冠肺炎疫情绝对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宣布 住院病人未来几天将进行一定数量的医疗转移 特别是在法兰西岛那里情况令人担忧 重症监护人数为11月份以来的最高 自1月初跌破2600发指以来 此指标一直在上升 由于法国政府并不打算采取更加严格的限制措施 那么疫苗的接种的进度就显得尤为关键 卫生部门已经颁布法令 从3月中旬开始 药房也可以接种新冠疫苗了 所有之前能够接种流感疫苗的28000家药房 现在有18000家获得了授权注射新冠疫苗 民众可以在网上预约并且了解疫苗的到货情况 根据周五上午法国政府发布的法令 助产室和药剂师现在可以开处方并向优先患者注射阿斯利康疫苗 这些卫生专业人员有责任确保患有中高度肥胖症和50岁到75岁 对法国人能够安全顺利的注射疫苗 护士可以注射疫苗 但是不能开疫苗 这种差异引起了护士的不满 该规定解释说 在家中开处方和打针是不允许的 然而这是私人护士的专长 他们是仅有的医疗专业人员 他们要在没有主治医师的情况下 照顾孤立生活和卧床不起的病人 他们希望可以取消这一限制 如果疫苗接种授权是在上周五 则这些医疗专业人员必须等待疫苗到位 第一批留给药店的疫苗定于3月16号 因此 药房的疫苗接种应于3月18号开始 专家表示 在可以接种流感疫苗的药房中 都可以接种新冠疫苗 目前已经有28000家药店中的18000家 被授权进行疫苗接种 在培训方面 鼓励药剂师参加在线课程 查看政府命令发布的文件或使用工具 以了解新冠疫苗接种的特定程序 公众可以去药房询问药剂师 是否已订购足量的疫苗 以及如何进行预约 也可以在sonday.fr上获取信息 该网站将列出附近药店的疫苗接种情况 周一下午 马恩河畔的上皮尼市 发生了帮派斗争 有两名未成年人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已经被送往医院 参与斗亚的年轻人来自两个不同的社区 事件的起因还不明确 目前有4人被警方逮捕 相关调查还在进行当中 最近一年 法兰西岛的恶性斗亚事件时有发生 已经引起了法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内政部长多次表示 要遏制这种恶性事件的抬头趋势 据法国之声的消息 3月8号星期一下午 在瓦勒德马恩省马恩河畔尚皮尼市 几名高中生之间发生了争吵 其中两名年轻人被刺伤送往医院 警方说他们分别为14岁和16岁 尚皮尼市长洛朗珍妮说 这是来自两个不同社区的两名大学生 他们受伤严重 两名胸腔受伤的年轻人中 有一人处于心脏骤停状态 另一人则主要伤在臀部和颅骨 根据法国之声最新收到的消息 这场冲突来自马恩河畔地区 尚皮尼市布尔勒和摩达斯克地区的 两个关系紧张的乐队 战斗发生在城镇市政厅附近的 路易塔拉莫尼大街上 大约有15名年轻人 手持铁棍和长刀等武器发生斗殴 然后他们就逃跑了 但是其中4人被捕 发生争吵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调查工作委托给了马恩河谷地区的警察进行 马恩河谷尚佩尼市市长对这种两个社区之间的混乱状况感到遗憾 而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一年的时间 法兰西岛地区主席瓦莱利·佩塞斯在推特上说 帮派斗争仍在继续 有两个未成年人受重伤 我们必须阻止这种行为 自2021年初以来 法兰西岛的团伙之间的争吵有所增加 尤其是在埃索纳 2月底那里有两名14岁的年轻人死亡 晚上到周三凌晨 斯拉斯堡的OVH云端服务器公司发生了火灾 经过上百名消防员的奋力铺救 火势终于被控制 索性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是有四间服务器机房被大火烧毁 根据美国互联网监控机构之后发布的报告 有350万个网页出现了故障无法访问 目前OVH公司已经开始采取补救措施 也呼吁客户尽快启动灾难恢复计划 3月9号至10号晚上 斯拉斯堡的OVH云端服务器发生火灾之后 经过盘点 发现有350万个网站 464个专有域名 包括紫域名 发生了故障无法访问 该报告由美国互联网监控专家 Netcraft发布 在两周前发布的上一次 Web服务器调查中 分配给OVH的IP地址中 有18%以上 在昨天早上7点至8点之间不再响应 John Detector站点列出了数百个错误报告 法国云端服务器斯拉斯堡数据中心 被大火完全摧毁 8个机房当中 4个服务器机房已经停止工作 8名工作人员从大火中逃脱生还 其网络机房幸免遇难 OVH云端服务器首席执行官 奥克塔瓦克拉巴在推特上说 尽管SBG3服务器没有受到影响 但作为预防性措施 整个站点都被切断了电源 这会影响SBG3和SBG4两台服务器 他们计划在3月15号下周一之前 重启SBG1和SBG4数据中心 以及关联的网络 并在3月19号周五之前 重启SBG3 OVH公司已经准备好 向所有受影响的客户 免费提供新服务器的库存 他们将在接下来的3到4周内 订购1万台服务器 据当地媒体的消息 目前火势已经被控制 OVH云端服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建议所有客户启动灾难恢复计划 此前因为执法不当 导致黑人乔治弗洛伊德死亡的 美国前警察德里克沙文 在周二出庭受审 他被指控二级谋杀 他的律师已经对这个判决提起了上诉 并将明尼苏达州最高法院 告上了法庭 然而这起事件又再次引发了 美国黑人的游行抗议 目前案件还在审理过程中 负责案件的法官表示 控方已经不愿意继续进行诉讼 直到3月9号星期二 美国在对德里克沙文有关指控 进行最终辩论之后 法官才开始对白人警察 指控涉嫌杀害非裔美国人 乔治弗洛伊德进行审判 该名44岁男子保释之后 在美国北部大城市 明亚波利斯出庭 该案于周一开始进行陪审团审议 负责这一案件的彼得卡希尔法官说 尽管陪审团在这里 但我们需要面对现实 我们至少要等到明天才能够开始审议 他承认控方不愿意继续进行诉讼 问题的癥结在于对德里克沙文的指控 德里克沙文于去年5月25号 跪在这位40岁的非裔美国人 乔治弗洛伊德的脖子上将近9分钟 他目前被控二级谋杀 涉及袭击和过失杀人造成死亡 周五 上诉法院批准增加第三项罪名 三级谋杀罪 因为目前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在没有考虑到受害人生命安全的情况下 采取了错误的操作方式 德里克沙文的律师反对这个判决 并已经将明尼苏达州最高法院告上法庭 这将需要几天的时间进行裁决 节目之后来看一组国际图片新闻 当地时间2021年3月9号 美国德克萨斯州佩尼塔斯 寻求庇护的非法移民家庭和儿童 利用批乏从墨西哥穿过格兰德河进入美国德克萨斯州 执法人员伸出手 要求非法移民埃迪特和他的儿子奥尔东内离开藏身处 当地时间2021年3月11号 美国华盛顿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1.9万亿美元的纾困救助法案 标志着该法案正式生效 该法案是拜登政府任内的首个重大立法项目 新一轮刺激法案将耗资1.9万亿美元 包含向个人分发支票 延长失业保险 向州和地方政府拨款 提高疫苗接种和检测能力等多个方面 当地时间3月11号 保加利亚国家电视台发布消息称 10号保加利亚副总理兼外长扎哈里埃娃新冠检测呈阳性 她目前身体状况良好 将继续远程工作 瑞典王室2021年3月11号说 瑞典女王储维多利亚和其丈夫丹尼尔亲王 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他们已经进行隔离 瑞典王室发言人托尔格伦在一份新闻公报中说 女王储夫妇10号开始出现感冒症状后 一直处于隔离中 11号的检测结果确认 他们已经感染新冠病毒 目前两人仅表现出较轻的流感症状 精神状态良好 当地时间2021年3月11号 日本延首线 东日本大地震10周年 遇难者亲属和当地民众 在当地时间下午2点46分 及地震发生那一刻 默哀一分钟 当地时间2021年3月11号 土耳其牧时 当地遭遇暴雪 道路遭积雪覆盖 当地时间2021年3月9号 意大利罗马 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 抵达意大利国家传染病研究所 接受首计新冠疫苗接种 并称 接种新冠疫苗是一种责任和义务 呼吁民众参与接种计划 意大利民防部9号报告新增 新冠确诊病例19749例 死亡376例 全国累计确诊病例达3101093例 死亡病例10479例 治愈病例2521731例 当地时间2021年3月9号下午 希腊首都雅典南郊 新斯尔米尼中心广场 约5000名雅典民众 举行示威抗议 抗议7号在该广场发生的 因防疫措施检查 引发的警民冲突 当地时间2021年3月10号 印度孟买 印度第三艘鱿鱼籍攻击潜艇 卡兰杰号服役仪式举行 10号开始在海军服役 根据印度海军75项目计划 卡兰杰号是印度海军 首批6艘柴电动力 鱿鱼籍潜艇中的第三艘 他于2018年1月31号 在孟买下水 并于今年2月15号移交海军 鱿鱼籍潜艇 可进行各种反水面战 反潜战及情报侦搜任务 隐形能力极佳 当地时间2021年3月10号 野门萨纳 80名患有视力障碍的新郎 参加集体婚礼 当地时间2021年3月9号 在阿富汗中部巴米扬省 人们参加巴米扬大佛 被塔利班政权炸毁 20周年的纪念活动时 站在大佛的投影前自拍 包含着大约3000个大小佛窟的 阿富汗巴米扬山谷 200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整体列为世界宾威文化遗产 是阿富汗国内两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而举世闻名的巴米扬大佛 就坐落在这条古老的山谷内 这两尊伟岸的立佛 于2001年被塔利班政权炸毁 只剩下两座高大的佛窟 当地时间2021年2月13号 英国伦敦 唐宁街首席补署官拉里现身 据英国《静报》当地时间3月10号报道 英国首相府工作人员 近日被通知了一项任务 帮唐宁街的首席补署官拉里减肥 因为他在新冠疫情封锁的数月时间内 胖了一斤 虎斑猫拉里今年14岁 相当于人类的72岁 以上就是本期环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还可以登陆法国华人卫视网站 以及关注法国华人卫视的YouTube频道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